阿嫻輪設備作惡修二底薪38,000算低嗎? 作惡修二38,000 不知道 我想一下 應該算行情 行情吧 算行情啦 行情差不多啦 38,000 作惡修二 然後最主要是看有沒有年終分紅獎金之類的吧 那才是重點 應該是這樣講 你做什麼工作就先去試試看啦 反正你不喜歡在離職而已 你就做個五個月 你就做個六個月對不對 不要 真的很不爽就一個月內離職嘛 就當下就提離職 阿如果你覺得 撐看看試試看你就做個半年之類的再理啊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啦 阿看你啦 看大家 的那個啦 真的爛你就可能一個禮拜內 你覺得幹你還是什麼什麼破小公司 趕快趕快跑 對不對 就都試試看啦 一開始一開始薪水這種東西很難講 那個都跟你的學歷或是什麼的有關係的 學歷經歷那個很難講 而且我也不是老闆 我講的也不一定準 有些老闆覺得你有那個價值有些老闆覺得你沒有那個價值 對不對 無良老闆那麼多 離職後換公司覺得舊公司好 那我覺得你再找一間其他的就好 很少人很少人會再回去吧 越過三進三出的 我覺得應該要看什麼類型的工作啦 不是不行啦 如果是原本流動率就很高的公司 那你就算了 對不對 你原本去做打工 打工打得來 去找別的地方做 最初又覺得那邊不好意思再回來打工之類的 那當然沒什麼問題啊 要看什麼性質的工作吧 工廠 工廠也可 工廠要看什麼工廠 如果是一般做比較 比較出眾的工作我覺得還好 畢竟 畢竟那個工作 就是反正你只要有手有腳有能力的人都能來做 而且通常 這種工作一定是流動率比較高的 因為隨時都可以有人替代你 又不是那種沒有辦法替代的工作 像我之前做那個 做那個要輪班的 上一份工作 那個就是流動率比較高的工作啊 那個也是有人 也是有人好像我聽說有人也是三進三出啦 他載我進去沒多久之後也又離職 然後就有人跟我說他其實已經 來已經進來一兩次了 也是都三進三出 啊這種人搞不好就是 進來然後先存個錢對不對 錢存 存存存存夠了一點就去揮霍 揮霍完了 也找不到再好一點的工作再回來做對不對 再存一點錢再出去揮霍一陣子再回來 對不對 找不到好的就再回來 十年後出來三萬七有夠少 找傳產通常你要找的是 看他年終給的怎麼樣的啦 看他應該也要看公司那個傳產現在是西洋產業還是賺錢的產業了 不然也很難講 有些傳產是很賺錢的 你沒在沒在沒在五十三的賺 那個分紅就至少還有的還有的拿 主技處說台灣平均五萬六萬經常薪資四萬二 四萬二就可能就是那些 那些加班加上去的吧 我是年終年終幫幫你算進去了 對不對 年終也幫你平均下去啦 讓我生個指甲 差一點啦 為什麼都不幫我生指甲 差六十啊 有被女生打過巴掌嗎 有吧 老子直接在你面前開座是怎樣 那還不如撿這個空頭 空頭可以撿 花置了 空頭組 空頭皮 空頭的鎮 你會比較好嗎 漂亮 我怕你 来吧 我怕你 睡觉 我怕你 不懂我说 银 你 怎么 我快去 我快去 你 你 我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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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快去 你 我快去 - 跳下去 - 跳下去 - 也不用這樣子吧 - 波亞 - 波亞 - 沒什麼東西可以舔 - 被隊友舔爛了 - NTR - 把人逼死了 - 沒有啦 他抗壓心態低啦 - 一般人不會這樣就跳下去的啦 - 他不夠扛了 - 感謝8倍里奇定了10個月 - 謝謝你 - 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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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隊啊?4隊喔? 抽假環節! 抽假環節! i know yo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直狂抽猛抽欸 好猛喔 他好像是尾刀之神欸 他打了7隻欸 他傷害比他高 結果他只打3隻 好會打喔 幸好我有跑過去啊 喔 轉惡不是夢 這場就是靠你的超熱根隊友的小王 也沒錯啦 這場遇到正常一點的隊友 雖然說過程中有一陣子 是沒有遇到什麼敵人 但我們有把握出這個機會 就是我們三個人的發揮都不錯啦 吃了這把雞 差幾分 差48分就上了 拿個午餐拿個午餐 什麼事 一定要 我做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